就是覺得2010大家都很辛苦 但是如果有機會可以 跟大家一起參加這個盛事 其實就很高興了 所以那時候得知入圍的時候 心情也是既平靜又覺得很幸福 那今天剛好是爸爸生日 主要還是希望他能夠生日快樂 那不管誰得獎 其實都真的很開心 紅毯第一美不敢說 但是紅毯前50美應該還可以 我覺得機率有一點低啦 但是不管怎麼樣 今天兩個目標 一個就是不要跌倒 第二個目標就是可以看到許光涵 我完蛋了 我今天出門前有傳簡訊跟他聊了一下 他還OK 就是需要一點時間沉澱平靜 然後不管怎麼樣 其實演藝村真的像一個大家庭 希望這個家庭永遠都能夠 面對不同的困難 大家都可以一起度過 爸爸生日快樂 你等一下可以看一下許光涵有多帥 希望你能夠繼續加油喔 今天第一次來參加這個 接起這個主持棒 其實心裡當然會有一些壓力 但是看到很多人 每一年都會固定的來參加這樣一個電視圈的party吧 我覺得這是一個共襄盛舉的好機會 所以就跟誠哥一起決定要一起來主持我們第三階段的主持人 那我希望今天晚上每一個人都可以很享受這個夜晚 也不要覺得很緊張或是太注重於輸贏 因為入圍其實就是很多人給的肯定 那我希望今天晚上可以當一個秤職的綠葉 讓每一個人在這個典禮上面都可以很享受 因為你有想要爭執奪舉的這樣看第一段嗎 囊中之物 哈哈哈哈 開玩笑開玩笑 其實非常榮幸 然後很謝謝大家對我的肯定 然後覺得自己是一個很幸運而且被愛的人 那之後也會持續的加油 繼續往演員之路邁進 其實沒有 大家都很漂亮 對 其實因為我的團隊真的非常用心 今天真的非常有誠意 慢慢轉 我一直叫他小心一點 哈哈哈哈 不要跌倒或是不要走考 哈哈哈哈 好啦 開玩笑 別啦 謝謝 謝謝 其實實力證明就是國中生吧 沒有... 但是他這種身材穿這樣的一個禮服 算是最適合不過的 因為他有一種那種名模的感覺 就不會露掉 對... 很有氣質 就是你看國際超模 其實都是像這樣子的身材 這樣子的身材 對... 所以我們這個叫國際奶 所以他這種身材也是算是可遇不可求了 哈哈哈哈 真的真的真的 很適合這樣 對... 很漂亮 可遇不可求 憲哥來之前 我們他有特地今年開了一個群組 他特別開一個群組 對 就是中年嚕 對 然後我們要... 我們三個要再討論說 等一下上台要講什麼 而且憲哥他現在已經來到 他人生第一瘦的一個身材了 對 67公斤啊 對 最瘦的一次 對 應該不是說只有今年啦 我們每一年都事戰必得 哈哈哈哈 但是也都...都蠻習慣的 嗯...一方面也是 對 但是我覺得今天就是一個 大家要... 今天比較難度過 所以我覺得 我們在什麼樣的階段 我們可能就是要擦乾眼淚 然後我覺得像憲哥跟大家講的一樣 我們在... 該領獎 然後該開心的時候還是要開心 把鬼哥的心情都放在我們心裡面 今天剛好是憲哥生日嘛 所以這個憲哥的心情也是無味雜成 對啊 對對對 其實很為團隊開心 尤其是導演跟編劇 所以今天晚上 希望能夠聽到他們的好消息 嗯... 其實我們兩個應該 就是平常心去看待這件事情 那比較希望是... 製作團隊 他們可以多領一些獎這樣子 尤其是希望編劇 放...放...放過我嗎 這裡還要... 還是你要看看今天晚上怎麼樣 慶功宴的時候再唱 慶...好... 就算是給大家一點消息 跟你們約定這樣可以嗎 呃...當然就是很感謝他們啊 因為其實... 呃...有一點受寵落驚這樣 因為我不知道其實在... 呃...是有知道韓國的跟日本的一些粉絲 但不知道就是這麼...這部劇這麼受他們的習慣 所以真的很謝謝他們 然後他們的心意我們都有說懂 剛開始看到這這麼長的紅棚 當然是覺得有一點緊張 但我覺得很開心 我可以走在紅棚上 還是有一點點 但是還是希望我們兩個可以一起上台 哈哈哈 你的野心好大 哈哈哈 很高興就是我們能夠一起入圍 然後...嗯... 我覺得... 自己私心就是不管 不管是哪一個獎項都希望留在屬女 這樣就夠了 非常榮幸可以跟另外四位很厲害 我都很喜歡他們表演的 入圍者一起入圍 然後... 平常心 然後很感恩 然後謝謝喜歡 睡夢者的觀眾朋友 然後一起謝謝我的育兒 入圍真的就是很感謝評審 然後很開心 這個金鐘獎讓我們所有好朋友都聚在一起 所以緊張緊張又期待 這次入圍非常開心 我覺得基本上對於演員來講 我覺得入圍已經是一個肯定 那今天就是抱著來參加一個... 對 晚會 然後盡量放輕鬆 然後感謝評審 感謝大會 對 其實今天真的滿開心的 然後... 可以看到很多的老朋友 然後... 可以跟大家一起... 相聚在這個社會上面 其實今天之前 剛踏上紅毯之前 我真的一點都沒有緊張 可是因為來到這邊 然後看到大家這麼熱情 開始有一點感受到那個氛圍了 所以... 但其實我現在比較想是趕快吃點東西 三四天沒吃東西了 對不對 因為之前以往的那個look 都是比較... 嗯... 比較酷一點 然後我想說這一次讓大家感受到 原來我有少女心的一面 就是有點蓬蓬... 蓬蓬秀的一面這樣 我走出來看到大家 看到我覺得漂亮 我就開心了 謝謝 謝謝